陈乔恩遭报美国密邮红衣男!定情婚约曝光! 陈乔恩酒驾遭待!图翻设字微博,201810105! 陈乔恩历经酒驾风波,日前在美国被募集和一名男子出游,两人现身饭店,对方帮他穿上外套,举止亲密,马上有网友认出这名男子就是有双语王子称号的VJ陈正飞 图翻设巴教父微博,2018年2月26日!近日陈乔恩于微博晒出自己在美国拍的风景照,陈正飞也PO出在美国游玩的照片,同样都是美西风情,且陈正飞的穿著也与照片中相同! 据了解,陈乔恩与陈正飞因一起主持节目而认识,交情长达16年,2014年陈正飞在陈乔恩生日会上,当场担心跪下求婚,事后自爆,很久以前她说,她35岁的时候,她未假,我未娶,我们就结婚! 刚好2014年的时候,她是35岁,我跪下说,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时间往后延一下! 而这场美国密流曝光后,陈乔恩便火速删除在美国赌驾的图文,更让人好奇,两人的互动到底有没有暧昧情愫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